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使徒行传十一章 十九至二十一节 在这期间 那些在司提反死后 因迫害而四散的信徒 足跡远至肥利基 塞浦路斯及敘利亚的安提阿 他们指向犹太人传港上帝的道 然而 有些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 去安提阿的信徒 开始向外族人传港主耶稣 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 许多外族人都信而归主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无名的传道者 这几节经文提到 在司提反殉道之后 门徒受逼白四散 福音随着他们的脚中 传到不同的地方 不过 罪述中只是记载了地名 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传道先锋的名 无可否认地名不及人名给人 这样并不是说 这些人所做的无关重要 因为是他们将福音向本族人传港 向外族人传港 更加传到腐败的城市安提阿 安提阿日后成为一个宣教中心 他们功不可没 因为他们有主同在 所以许多外族人都信而归主 传道非常有果效 但是圣经就是没有提他们的名 今天 我们的社会将重要的人 重要的事等同新闻价值 很多人以为 曝光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人 我们切发争取曝光 不愿意做无人知的事 这三节经文的焦点 不在于什么人 乃在于什么事 就是福音传开了 不过 这些无明的传道者 也都相当重要 他们完成了历史责任 每一个世代 都需要无数无明的传道者 即使无人纪念 也都乐意将福音传开 因为 最重要的 不是人是否看到 乃是上帝看到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无明的传道者 在工作的地方 在家里面 在市场上 今天 上帝要我们完成什么 不见经存的历史任务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